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日月潭 身後呢 就是象山行政中心 象山遊客中心 講錯了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來到這裡 你今天帶我們來玩什麼遊戲 今天就是帶小學弟來見四面啊 你上次騎那個什麼 環小台北 全部都是平路耶 那個算什麼 今天考驗才真正開始 那今天的考驗有哪些重點 可以請學長先幫我說一下 開始就爬坡啊 這你一定不行嘛 對不對 我應該不太行 我會跟在你後面 後面還有連續22公里 緩坡耶 因為我們今天是來參加美麗達杯 然後他從日月潭出發 所以等一下路線其實會環彈一小圈 然後再繞到更外面往水里方向那邊前進 全長大概是83公里啦 83公里 那因為這場比賽 Tim逢林佐一直跟我私底下討論很久 他想要精心幫這個小學弟安排一下 在這個考驗當中 因為上一次他說他在那個 木柵坡那邊 被刷卡實在是太不開心了 所以今天他跟我講了他很多策略 有沒有在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等一下會怎麼樣帶你學弟 你等一下會怎麼樣帶你學弟 今天這種東西 你看他雙腳已經發抖了 今天是爭劍勝負我知道 非常非常寒冷的一天 加油加油 我一定會跟隨你的 好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Go 4 3 2 1 2 2 2 3 2 3 3 4 3 4 4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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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戰術就穩扎穩打 落被子 他這也是蠻陡的 對啊 穩穩的上 我先去前面了喔 好 真的真的見了喔 各位觀眾 我們的學長 不見了 他剛剛在上坡 連續的起伏的那個時段呢 突然對我們發出一波攻擊 他說他要先到前面去了 突然一轉眼 馬上就不見了 我們現在已經看不到他的車尾燈了 實在是太強了 一直在害怕撞到人 還真的追不到人耶 看起來TEMP FUNDIZO 今天是卯足了全勁在往前衝刺 他在哪裡啊 完全已經找不到人了 去追他好了 好 跟上 好像看到了 是嗎 那個嗎 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 有點像 看起來他很用力在下坡衝刺喔 努力甩開我們 好像有些微領先是不是 爬坡 沒有錢那麼喘 我覺得重點其實是 應該今天天氣涼很多 對我來說 消防不會那麼大 踩起來不會那麼費力 可是開始好像越來越陡了 加油加油 第一個點快到了 前面轉彎 休息點到了 最後開而已 後來 怎麼了 學長 抱歉剛剛那太陡了 蛤 會嗎 有很陡嗎 滿陡 真的啊 一定是在東洋過太爽了 東洋 沒有哥先嘛 阿夫利嘛 吃太爽了 你看你沒有回來騎不動 適應不了台灣的天氣啊 有點好 適應不了熱還是冷的部分 那個濕度 濕度 濕度的部分 有剛剛騎上來的時候 因為好像坡比較長啦 然後平常比較沒有在爬坡 然後都在日本 都在走路嘛 對都在走路 但走路好像不夠 我會努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繼續出發 等下下一個點 47公里 下一個武器站 等下就運不到了 吃地獄 劫心 沒問題 我們在這條路上 吃水 吃過 先 櫃子 不知不覺已經騎了33公里了 沒感覺 剛剛笑滑也太多了 我們剛剛下滑大概最快騎到60幾耶 是喔 很可怕 跟騎機車一樣快 對啊 等一下還會再滑一段 喔 太爽了 還沒 還沒滑完 已經看不到學長的頭燈了 他已經放往後落後到哪裡去了 我們現在已經騎了36公里 還有10公里 就會到我們下一個休息點 天氣太冷了啦 一直流鼻涕 實在是太冷了 這邊都有平常開車 要回台北的時候會經過的路 第一次用騎的 也沒有騎過機車 日本就不會有這種駕駛 超沒水準 41K了 41了 對啊 一半了嗎 8.3 還沒 快一半嘛 現在還沒有騎小台北的一半類 對啊 我覺得天氣是一個 然後幾乎也都下坡是一個 但等一下回去還是要上啊 對 回去比較辛苦 43了 剩40K了 我們過半了 過半了 目前 騎人1小時45分 1小時45分 過半 所以如果 回去的時間也一樣 大概在2個小時 對 就3個小時一半 30小時40 快4個小時 但應該不太可能 應該因為會休息啊 對啊 還有上坡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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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就是 這條橋叫急路大橋 就是急路 路骨 路骨 Wait a minute 對 但我好像也沒有去過幾次路骨 路骨好少聽到 對 不知道他們的特色是什麼 但是 山林西西頭好像就是在路骨 欸 西頭在路骨 我好像沒有來過這裡 完全 對路骨真的沒什麼印象 我沒有來過這裡 我到現在才發現 哈哈 那條橋 從我國小蓋好之後 到現在我都沒有來過 我第一次來過這條橋 太好笑了 歡迎你第一次到路骨鎮 應該不是第一次到路骨鎮 但是是第一次過那條橋 哈哈哈哈 學長 阿福里要多吃啊 阿福里吃不夠的話 銀座夠也可以啊 銀座卡卡里 可必對不對 也是可以吃 多吃一點力氣會比較大 剛剛的狀況就是我們一直以為你在我們前面 我一直以為我在前面 所以我們很多的下坡跟很多的上坡 我們都很用力在騎 想說怎麼都追不到你怎麼可能 然後一路下滑到我們下坡都已經超過60公里的事實了 大壞說不能超過50公里 阿福里已經超過了 第二個比點里程47公里 距離終點還有大概40公里左右 但最後這一段里程聽說還要爬升800到900公尺的上坡 所以應該是很有挑戰 那等一下下一個補給站比較近 是58公里就到下一個點了 但中間可能只有10公里 但是都上坡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學長學弟們都要騎在一起 好不好 我們要早點進終點 還有10幾公里 完蛋了 學長在後面嗎 200公尺 我們進入整條賽段當中 車表顯示最長的一段爬坡距離了 基本上是要爬升700公尺 維持距離14公里之遠的一段挑戰 算是回終點前一個比較難度路線吧 所以這段應該就是持續緩上坡 希望兩位小兄弟還撐得下去阿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補給點 58K 現在已經是爬升剛開始的路段了 那這邊 因為我等一下要回現場活動一下 所以等一下就要交由學長帶領學弟完成最後爬坡路段了 希望你可以平安把學弟帶回到終點 大丈夫です 要吃果膠喔 吃果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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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又上坡了 兩公里 應該還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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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衝好快追好多人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陡 已經剩下6公里了 已經過了6K 我們已經騎完9公里的上坡路段 剩下最後的5公里 爬升還有250公尺 代表我們已經爬了600公尺 也是有點多耶 但這段的風景行得很漂亮 一直沿著 應該是一條小溪旁邊騎 這風景其實很好看 最後10公里 真的假的 我們即將抵達終點了 剛經過了水色碼頭周邊的商店街 現在繼續往向山遊客中心前進 我們在現在最後的2公里 我們一起到最後一公里 今天在陸闊前進 今天到最後一公里 扶瑞回來了 我想說 為什麼有人陪 instruments 我們騎了四小時零四分 有點慢 但因為前面陪他們嘛所以還OK 我們先去領個物資 然後待會等他們回來 完賽時間四小時零四分 到終點了 學長獲勝 學長竟然獲勝了 剛剛補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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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奶馬上就要你獻上一杯 你的學弟呢 學弟後面有點沒力 你自己先回來 因為我也快抽筋了 怎麼可以這樣 你要在後面推他 我平常都是推你耶 你怎麼沒有把我這份愛傳下去 我有傳啊 我有在旁邊笑一下 然後我就走 你是不是這樣經過的時候 欸學弟加油 這樣 有 我這樣 你還不擔心他的安危 現在還沒看到人 他看起來很穩啦 只是有點慢 這樣 你 耶 耶 慢慢慢慢出復 幫你準備好珍珠奶茶 是不是很想喝 超累 趕快補一下 這是沒有人喝過耶 怎麼樣 剛剛騎起來還好嗎 我剛剛還吩咐學長說 要在後面推你 結果他回來說 沒有我們就各起各了 沒有節奏感不一樣 好像上坡太慢了 我後面連坡度1 我都只能騎時速20 我腳已經沒有力刺 已經沒有力刺 那你剛剛都沒有停步驅站 你剛剛兩個步驅站都沒修 我都路邊修 但你的時間也其實蠻快的耶 這樣騎下來應該才不到5小時 4小時40分左右 我又有騎不回飯店 成績公告時間 第一名 編號123 我們還一直以為 你已經就是很早出去了 然後我們想說要趕快追趕你 結果追到後面發現 怎麼騎都看不到人 到底是怎樣 但我知道之後 我也覺得還好 老經驗嘛 就是 不要擠嘛 不要腦衝嘛 對不對 哇 掉了嘛 哇賽 果然是學長才會講出這種話 早吃幾片炸豬排就可以了對不對 對啊 要吃薄一點 不要吃那麼厚 吃什麼吃那麼厚 豬排 豬排 豬排好吃啊 但是其實我覺得今天啊 整體騎起來 其實在後段啊 說真的難度其實有點高 因為從最後 大概60公里以後 他就開始溫水煮青蛙的 持續20多公里的上坡 但是 那個上坡坡度也沒有到很總 但是他就是沒有讓你休息 你們兩個騎到後面 感覺如何 因為那時候為了趕回來舞台 我就先衝了 我其實 我其實還 就是喘的部分還好 可是我到最後真的是 我的大腿已經太痠 然後加上 我的屁股非常的痛 然後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讓我沒有辦法 按照一般的狀態去踩 所以我連那個坡度1% 我都只能踩大概15到 18左右的這種時速 其實非常可怕 最後我都是慢在上坡啦 因為其實我後面還有追上嘛 對不對 對 但是後來又有一個 我先去拍照啊 又有一個坡 沒有 這本事找你拍照 害你拖延時間 就讓阿姨摸一下 喔 今天都是他的主場 我都沒有找他 都在找他的拍照 大家只是認不出來而已 然後沒有戴眼鏡 那時候 我那時候還特別交代 聽我風力所說 我離開之後 你要陪他一起騎 你要盡學長的本分 把他推回來 結果到終點 我心裡想說 怎麼會你先回來 然後你說 沒有他就在後面而已 然後我們在這邊等 等了半天後面很遠耶 你根本是 就是戰略性的 就是故意離開他 沒有 因為我 我覺得我 其他一半就已經開始 靈硬的有要抽起來 然後最後 差不多10公里的時候 已經尬起來了 然後我覺得我不能停下 我只要稍微斜腳 我就整個人都這樣 撐起來 所以我覺得就 一口氣把他洗完 我那時候在那個 大關發電廠 那個補給站那邊 就是 你已經先離開的那一支 然後後來 我們要準備出發的時候 他就 很認真地說一句 我一定要贏你 然後那個 有殺氣 超恐怖 而且他這次在 那個 趁我們在日本出差時間 然後他每天都很認真地去騎車 他說我回來 一定不能出事 上一次環小台北 我實在太丟臉了 身為學長 他絕對是 把這個 那個階級啊 完全不想輸給你 看起來今天是表現不錯啦 我們還是給他一點掌聲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參加 美麗達單車加年華的活動啦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蠻推薦大家來 因為其實前半程都幾乎是下坡 真的蠻爽的 但是 真的要注意安全 因為其實我們沿路看到很多車友 有一點點騎太快 那其實是有一點危險的 那我們就是很小心的騎 我們看了很小心的騎 直速說還60 所以其他車友應該是更快 記得安全第一很重要 好啦 期待下一次比賽跟大家相見 我是你的家人的 Ref 隨時網膜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好 好 廣告